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咒王与达吉在一起这么多年,为什么连一个孩子都没有首先? 这个问题,我们得从生物学的角度,先来考虑一下。 咒王,他是人,达吉,是卫妖,一个是人,一个是妖,达吉与咒王的基因就完全不同,就好像人与兽,根本不可能会生下孩子,因为风神演义里,根本就没有人与妖结合能生下孩子的先例,像雷震子的双翅,哪吒的莲花化身,深究起来,他们都是人改造成的妖怪,而不是生下来就是妖怪。 但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,达吉虽然是妖,可是也是附身在了以前的达吉身体上。 总的来说,这达吉身体还是个人,他的意识虽然变了,但他的人没有变,对,达吉出身到了人类的身体上,但达吉的本质是个妖怪。 比如,我们现在科学已经很进步了,想要换肝,换心脏,甚至换眼角膜,都是有选择性的,要不然会出现排斥的反应,更严重的身体会死亡。 就好像亲人之间的输血,也不是只要是亲人就能互相输血的,这不是绝对的。 而且,就像换肝以后,还要承受身体有一段时间的排斥反应,狐狸精打击附身人类打击,人类的身体与妖的身体绝对不同。 而狐狸精要怎么办?当然要同化人类身体。为什么是妖的身体来同化人类身体呢?怎么不是人的身体来同化妖的身体呢? 大家想一下,如果达吉的妖体被,他附身的达吉的人体给同化了,那是不是代表狐狸精,达吉也变成了人呢? 那如此一来,就没人能看出他是狐狸精了,但很多人都能看出达吉是狐狸精变的,甚至连博弈考的白面猿猴都能看出来达吉是妖怪,可见一定是达吉的妖体在同化着人类身体,所以,他的妖气才会越来越重。 当然,前面是从生物学的角度,来描述了达吉和咒王,为什么不可能有孩子。 另外一方面,便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,首先,达吉是女娲派出来迷惑咒王,祸害商朝江山的,假如达吉与咒王有了孩子会怎么样,将来这个孩子会是什么样的结果? 他的母亲是妖怪,更是毁了他父王江山的罪魁祸首,如此一来,这个孩子如何面对其他人,又如何面对达吉,如果这个孩子出生了,那么咒王的江山也毁灭了,是不是注定这个孩子一生下来,就要受苦受难呢? 还有达吉与咒王如果有了孩子,他还能安心地祸害咒王江山吗?不能,那时他就会有了牵挂,只怕他会千方百计地保护咒王江山,女娲说奉明其山,无王当心,那好,如果有了孩子,达吉一定会先把西齐给灭了,为自己的孩子扫清障碍,祝他登上皇位,因为母亲是一个伟大的称呼,达吉虽然为妖,但如果有了孩子, 他母亲的光辉一定会泛滥的,为了孩子,他根本不会顾忌自己保了咒王江山的后果,更甚至,达吉,是一个很重情义的妖怪,当比干杀了达吉在轩缘坟的子孙之后,达吉,的表现在《风神演义员》文里有描述,话说达吉在修炼内关键,都是他子孙的皮,不决一时间到安肺腑,活了肝肠,此苦可对谁言,暗骂,比干老贼, 吴子孙就想了当金九席,于老妃何干,你明明欺我,把皮毛过无知心,我不把你这老贼,弯出你的心来,也不算中宫之后,泪如雨下,还有江子牙灭了琵琶经时,达吉的表现,赵王与达吉曰,此要一现真行,达吉听言,心如包角,一似游间,暗暗叫苦,再有赵王江山就要失去时,达吉的表现也是情深一切,达吉 达吉普福,赵王七上,七曰,窃听陛下之言,心如刀割,陛下和巨人舍弃等,而他网也,随扯住赵王袍瀑,泪流遍面,柔声骄雨,哭在一处,甚难割舍,风神演艺原文中描述的这些,统统都证明了达吉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,当然,他的重情重义是指对自己人, 对待不认识没感情的人,那下手叫一个狠毒,当然,我们对待不认识的人,也没什么感情,唯一不同,便是我们不会去主动害人,达吉对待自己人,既然是如此的重情重义,那他会生下个孩子,让自己有了牵挂吗? 他会让孩子的父亲,赵王的江山在他手中负命吗?结果当然是不会,所以,达吉宁可不要孩子,也不能让自己有了牵挂,反正不要孩子就不会有牵挂,该怎么祸害,赵王江山就怎么祸害?